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2月2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A股各大指数还是一个继续调整 不过各股方面,今天上午的表现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情况和上个星期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互生两市有大约九成的股票是上涨的 并且以有色金属为首的周期股上午是出现了集体爆发 目前我们的观点是指数还会继续震荡 特别是在两会前这种情况还会延续 各股方面周期股的这波行情应该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